大家好,这里是不像旧人,我是小正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杜鹃花的冬季养护 那之前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们肯定都认识我这份杜鹃 它开花已经开了很久了 那现在进入冬天,温度也慢慢降低了 想要它在冬天也能开花 那杜鹃呢,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移回室内来养护了 因为室内温度会比较高 但是呢,要尽量让它远离暖气片或者是空调出风口 因为这些地方太干燥,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杜鹃的湿度需求 还有就是啊,冬天呢,我们要减少浇水了 土冷啊,完全干透了以后再浇透 但是冬天天气比较干燥 我们平时呢,要注意啊,给它增加湿度了 杜鹃呢,在冬天虽然也能开花 但是因为冬天啊,它温度低 那它的生长活动呢,也就会变慢 那现在的这些花苞生长和开花速度相对啊,也会慢一点 那它其实啊,开花的时间呢,就会久一点 因为凋谢,它会慢一点 我们可以啊,适当的修剪一下残花 把这些开败的花朵呢,都及时的啊,给它清理掉 这样啊,能让养分集中供应 让这些没有开花的花苞呢,能够啊,更好的开花 冬季啊,施肥的话呢,我们在盆土表面给点这种缓施肥就可以了 那别的给多了,它也没有办法吸收 那今天那块远度捐的冬季养护介绍就结束了 喜欢点的关注再走吧